大家好 我是學長 今天跟大家聊聊咖啡豆的處理法 各位如果平常有接觸精品咖啡的話 應該常常會聽到日曬、水洗、蜜處理 甚至最近很流行的豔養發酵 那這些名詞我們通稱為生豆的處理法 那到底什麼叫做處理法呢 讓學長今天簡單的告訴你 咖啡豆是植物的種子 因此它外圍的部分是有果肉跟果皮的 那我們稱之為咖啡櫻桃 那長的和蔓越莓差不多大小 那一直要等到它深紅色接近黑色的時候 我們才把它採收下來 然後把果肉跟果皮去掉 那這個過程我們就稱之為生豆的處理 那把果肉和果皮去掉的這個工作 過去隨著不同的區域就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例如說在蠻久以前 其實現在也是 非洲地區的水資源它是比較不豐沛的 因此它們就直接把咖啡豆放在土地上 然後利用太陽直接把它曬乾 等到果肉都曬到乾乾的黑黑的以後 再使用機器把果肉去掉 那這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曬法的原型 那水洗法呢 就主要是分佈在水資源比較豐沛的地區 例如說中南美洲 就是把咖啡櫻桃直接丟進水槽裡面進行發酵 等到果肉都泡爛了 然後也發酵完畢了以後 再拿去機器上把果肉刮除 然後最後呢 再把它拿去曬乾 就完成了水洗法的基本原型 那以上所有處理方式呢 當然是非常非常簡略啦 那因為其中有很多各個莊園自己的製程 也是非常的複雜的 那甚至有非常多也是它的商業機密 那為什麼呢 因為處理的過程中 發酵的狀況影響豆子的風味非常的大 品質的好壞呢 隨著技術的不同也會有很大的差異 那十至今日呢 其實日曬法和水洗法的傳統調性呢 已經不再那麼顯著了 原因在於 各家莊園其實都會為了更好的品質 修正他們自己的處理法 在日曬的過程之中 有一點水洗的調性 或是加入密處理的方式 去結長補短碰 所以日曬法實際上不像以前那麼日曬 水洗法呢 它的特色也不像以前那麼的顯著 當然不同的處理法還多多少少會有它的特色 但也因為這個原因呢 也請各位不需要過分迷信處理法 也不需要追捧某一種處理法 而是用更開放的角度呢 去欣賞每一家處理場它的處理成果 然後呢 去試著去品味中間的細膩的差異 這才是令人最愉快的齁 好 今天處理法的概述呢 就簡單說到這裡 是我們再慢慢跟大家深入的探討 各個處理法之間的差異還有製程 那今天硬派90秒呢 也就到這邊為止 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學校都會回答 也請大家訂閱學黨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謝謝 掰掰